上一个视频给大家介绍了10个免费的视频素材网站 对于视频从业者或者是up主来说 其实还有一个内容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就是图片素材网站 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10个我经常使用的图片素材的网站 由于这次介绍的内容比较多 建议大家耐心的把它看完 一定要看到最后 一定会找到你自己喜欢的内容 那咱们闲话少说 马上操练起来 那本次的内容呢 极度干燥 建议小伙伴呢 做好保湿的准备 点赞收藏 这是一个以实拍任务素材 跟自然风景为主的图片的网站 那这个也是我极力推荐的一个网站 网站呢 仅支持英文检索 你可以通过关键词搜索 来找到你需要的内容 那你可以点击上方的分类进行查找 需要注意的是呢 左上角带有星标的这个素材呢 是赞助商投放的广告 那请大家千万不要点错 那我们现在来到下载页面 那网站简单粗暴地显示了图片上的浏览量跟下载量 那下方呢则是图片的一些基本信息跟授权的内容 你还可以对图片进行在线的编辑 那你手机里面有的所有的编辑功能呢 它都有 如果你需要简单的图形编辑呢 那么在网站上就可以直接搞定了 网站上所有的素材都是根据CC0许可发布的 可以免费用于个人或者商业用途 且无需著名出处 那这个网站呢 是一个以实拍人物 动物和风景为主的一个网站 网站上所有的内容呢 都是根据CC0许可发布的 可以免费用于个人或者商业用途 并且无需著名出处 我们在搜索栏里输入关键字来进行搜索 那也可以在下方的选项栏里 对图片进行筛选 网站支持多国语言 其中也包括中文 并且呢可以使用中文进行检索 那我们现在点击一张图片来进行下载 大家可以看到在图片的右边 已经注明了该图片的使用权 那接着呢就是网站里面提供的 一系列的下载的分辨率 那我们还可以看到该图片本身的基本信息 颜色搭配 甚至是一些热门的标签 那无论你下载什么样的分辨率 那你只需要通过验证 就可以完全免费的下载了 这是一个以实拍人物 跟风景为主的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呢 仅支持英文检索 网站上所有的内容呢 均可以免费用于个人 或者是商业的使用 并且呢无需注明出处 我们可以输入英文的关键词进行搜索 那我们也可以点击上方的标签 来进行筛选 只要你把鼠标停留到图片上 你就可以非常方便地查看 原有的分辨率的大小 还有一些标签 那在图片的下方显示了图片的许可 那往下拉你可以看到 该图片的标签和分类的分辨率信息等等 除了下载图片的原税分辨率 那该网站还提供了众多手机的型号 以及匹配的分辨率来进行选择 在跳转下载页面的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爆错的这种情况 那你只需要返回网站 多尝试几次就可以了 该网站是一个以美食为主的素材网站 那你可以看到 网站上有非常专业和精致的内容 那网站上的所有内容呢 都是根据CC0许可授权发布的 可以免费用于个人或者是商业用途 并无需注明出处 那这个网站呢 也并没有过多的装饰 也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分类 你唯一需要的就是注意 这行广告的图片 千万不要点错了 好 我们来到图片的下载页面 那这里呢 有两个下载的按钮 上面这个按钮呢 是不需要登录 就可以直接下载的 那不过在下载的时候呢 你可能稍微多等几秒 那下面的这个按钮呢 就是需要你来登录的 不过登录之后呢 下载等待的时间呢 就会缩短非常多 那两者下载的所有图片的内容 大小都是一模一样的 可商用且不用注明出处 我们看到这个网站呢 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我们一进到这个网站 眼睛就会被这位老法师的 逼格所震撼了 那除了右下方的广告 一开始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网站到底是干什么的 你只要找到右上角的 这个图片的列表 才能知道这个网站的 一些图片的分类 那虽然网站的内容 分类是比较少的 但是每张照片 都是高标准的广告照片 点击分类进去之后呢 映入眼帘呢 就是排列整齐的这个图片 每张图片的右上方呢 都标注了图片的作者 授权信息还有下载按钮 那点击下载按钮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跳转到 一个新的页面 你只要右键另存为就可以了 那每张图片呢 都是有CC0的知识共享许可的 那你可以免费的用于个人 或者是商业使用 并无需注明出处 好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个网站 那它有网页端 也有手机的应用 那该网站的图库呢 量非常之大 那主要是以风景和人物素材 和照片为主 那每张图片呢 都是非常高质量的 网站也支持英文翻译 那也支持中文的检索 那中文检索的功能呢 成功率非常不高 建议大家呢 还是使用英文搜索 你可以根据自己喜好的作者 甚至以及类似的风格 来进行搜索 那这个网站非常适合 批量搜索统一风格的内容 那网站提供了四种分辨率 来给我们选择 你无需动录 就可以免费下载 可商用且不用注明出处 那这个呢 是又一个高质量的图片素材网站 你只需要点击这里 选择免费的图片 那这样呢 网站显示的所有图片呢 就是免费的 那你可以在网站的右侧 进行分类选择 你还可以根据你想要的标签 选择相应的内容 网站支持多国语言 也支持中文检索 但是中文检索的成功率呢 实在是不高 建议的大家还是用英文来检索 那无需动录 免费下载 由于下载服务器呢 可能离国内比较远 那下载的速度呢 会稍微一点慢 你可能需要稍微等待几秒钟 那图片可用于商业 或者是非商业 并且不需要注明出处 这是一个著名的摄影师 照片分享网站 那网站里有非常多的 免费的照片素材 其中包括照片 还有部分的插图 你可以通过搜索框 也可以根据下方的分类 进行搜索你想要的图片 你每刷新一次网站 它都会推荐你 不同的特色的照片 那网站提供三种分辨率的下载 那也可以将照片 加载到软件进行编辑 那每张图片呢 都是可以用于商业 或者是非商业 无需注明出处 只不过下载的时候呢 需要登录一下 最后一个网站呢 其实也是属于 索引类的免费素材网站 有图片和视频两大板块 其中网站的素材呢 都是从别的免费素材网站 索引来的 算是一个综合性的 搜索类型的网站 你可以找到图片的预览 在它的右下角 可以看到这个图片的出处 点击之后呢 就会进到不同的 出处的这个网站 你也可以根据热闻的标签 选择你需要的图片 也可以在下方的搜索框 进行搜索 网站仅支持英文搜索 下载的图片 都是经过CC0认证许可的 那当然 也都是可以免注册 免登录 免费下载的 可商用 且无需注明出处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呢 就先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这一类的视频感兴趣呢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告诉我 那我也会不定期的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日常使用的 非常有趣的软件 或者是网站 那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视频 或者是有帮到你 那么 求个三连 视频制作不易 你的点赞评论和转发 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YouTube小伙伴呢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期 最新影片的推送 你的每一次点赞评论和转发 都会是我不断努力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真异能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